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上個星期 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華為公司 推出了新的出口管制規定 這個規定阻止芯片供應商向華為出火 等同於要全面封殺華為 中國對於這個新規定有非常強烈的反彈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說 中方留意得到 美方發布這個針對華為公司的出口管制規定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美方動用國家的力量 以所謂國家安全作為藉口 濫用出口管制等措施 對他國特定企業持續打壓、壓制 是對市場原則和公平競爭的破壞 是對國際經貿基本規則的無視 更加是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 這個損害中國企業的利益 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 也損害其他國家企業的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錯誤的做法 為企業開展正常的貿易和合作創造條件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這篇文章真是夠過癮 說到華為真是一家普通民企 遭到美帝國主義的強烈打壓 實情又是這樣 到底你華為是否真是一家民企呢 華爾加日報曾經踢爆過 根本上華為收過很多中國政府的寶助 華爾加日報檢視過華為的稅務優惠 寶助金和其他形式的財務援助詳細資料 發現華為獲得中國政府多達750億美元的援助 這些銀彈有助華為以比競爭對手低三成的價格來爭取客戶 根本上這家公司到底是否純粹的民企呢 而你這個商務部發言人所說的東西 是否站得住腳呢 你說要對市場原則和公平競爭要堅持 原來這個就叫做公平競爭嗎 不如將華為的股權架構攤出來分享一下 不如又講解一下 到底華為有沒有曾經收受過中國政府的寶助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說 一直以來華為都在用一個非常有技術性的漏洞 通過外國晶圓生產商使用美國的技術 新規定試圖糾正這個漏洞 並且確保得到美國的晶圓廠和外國的晶圓廠在平等基礎上競爭 中美雙方各執一詞 大家都說自己要堅持公平競爭 其實最公平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當你要生產一台手機的時候 裏面所牽涉到的供應鏈和產業鏈都要在本國進行 包括設計、研發和生產 這樣就最公平了 所以中國就用回自主研究和設計的芯片 半導體和晶圓 這就不用爭辯了 為何你這麼恨要美國的出產 真是不理解 在《環球時報》的社評中提及到 中國有幾個可以使用的具體反制選項 包括將美國有關的企業 納入中國的不可靠實體清單中 依照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和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 對高通、C4、蘋果等美國企業進行限制或調查 以及暫停採購波音公司的飛機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無謂的 最近《日經新聞》把華為最高端的旗艦手機 Mate 30 5G版拆開來看 人家就想檢視一下 到底你這部手機的零部件 對美國的依賴還有多少呢? 發現到原來在主機當中 仍然有部分零部件採用高通生產的設備 即是半導體 即是未能百分百擺脫美國生產的東西 當然 裏面有很多零部件 聲稱是由海斯半導體來生產 但裏面所採用的技術 是中國自主的技術 還是美國的技術 這樣就不清楚了 因為報道裏面沒有說過 不過就算不要說硬件說軟件 雖然這部手機仍然可以用Android的系統 但由於遭到美國制裁的關係 凡是Google提供的服務都是用不到的 包括Google Search Gmail和YouTube等等 這樣就變成了得物無所用 最起碼來說 如果連YouTube手機apps都用不到 很多網台都看不到 中國就說 需要做好和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完全脫歐的最壞準備 而且需要在自主原發上取得實質的突破 同時 就要和歐洲和日韓展開更加積極的合作 這將會是對中國巨大而長期的考驗 當然中國經常想要和歐洲合作 但那種合作形式令人非常不安 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 在歐洲各大媒體登了一篇評論文章 這篇評論文章 批評中國沒有像歐洲一樣尊重人權 網絡安全和海洋法 而且他敦促歐盟在面對北京企圖分化歐洲的時候 要維持集體紀律 這當然是非常困難 只是歐洲邊緣國家 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塞爾維亞 都已經逐漸地向中國靠攏當中 這位波瑞爾還說到 要制定一個歐盟面對超級強權的聯合方針 是絕不容易的 更重要的是 中國在分化的時候絕不手軟 歐洲人必須維持必要的集體紀律 這個集體紀律怎樣維持呢 一定是要以利益來維繫的 有多少個歐洲國家的領袖 是可以像澳洲總理莫里森一樣 站得這麼硬正才行 但就算在澳洲國內 莫里森是屬於自由黨 最大的反對黨就是工黨 工黨也很厲害 工黨也不斷批評莫里森 說他損害了澳洲的貿易利益 到底澳洲人他們選擇是怎樣 可能下次大選就會揭曉了 去年台灣人就作出了選擇 在國家主權核心價值和靠攏中國 獲得經濟利益之間 他們就懂得選擇 希望澳洲人自己都懂得選擇 但是歐洲方面 當然現在寫文章這個 他是沒有包袱的 他是歐盟請他回來的高級代表 但是那些歐洲國家的領袖 似乎都是非常關注 對華的貿易利益 有多少個肯完全來去 站得硬正 只是說說西班牙 前陣西班牙入了很多中國的試劑 買了回去之後 發現到原來準確率很低 被人找笨 但是前幾天 西班牙外相江薩雷斯 和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通電話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他說西班牙對中國產品質量始終抱有信心 並且會在中國採購大量的防護物資 又說西班牙支持世衛組織 繼續在全球抗疫合作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希望歐洲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並且要深化經貿合作 加強歐洲關係 對於西班牙被人找笨的事是隻字不提的 另外意大利外長迪馬約怎麼說呢 他就說要感謝中國頭圖暴力 大讚中國首個援助意大利國家 當初中國出事的時候 意大利就決定向中國贈送四萬隻口罩 當時意大利政府被民眾批評 說浪費物資 但是現在中國就向意大利贈送幾百萬隻口罩 意大利會記住所有提供過幫助的國家 而且埋怨歐盟的援助不足夠 其實不止意大利埋怨 很多國家都埋怨歐盟 因為中國展開了所謂的醫療外交口罩外交 上演了一幕有一幕的滴水之印湧泉以報的劇場 但是這些西方人似乎不太明白一件事 免費的東西往往是最昂貴的 不要想著現在 小往大來 我送幾萬隻給你 你送幾百萬隻給我 喂 有時候這些東西是要還的 尤其是對於那個恩情這麼體重的國家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向你進行這個道德科索的時候 你真是負責 完全是不理解的 此外 歐洲議會的最大政黨 歐洲人民黨的聯盟主席韋伯 針對中國作出一些建議 他建議歐盟宣布臨時禁令 在12個月內 禁止中國的投資者 收購歐洲受疫情影響的公司 他就說 歐洲是必須要看到 中國的公司在國有資金的支持下 正在努力試圖收購 受到疫情影響而導致股票下落 或者陷入經濟困境的歐洲公司 歐洲就必須要保護自己 其實這也是兩難 不賣當然是最好 但是不賣之餘 你又要對於這些企業有輔助才行 如果不是又不讓他賣 歐盟又不對他輔助 他遲早也是要收購的 所以一定要對這些企業有反應才行 不能夠禁止中國賣 當然他們也可能看到 香港最近才有兩家老牌企業 被中資收購了 就算是趁著疫情 生意不好 便可以低價購買了 其中一家就是百貨公司CNC 另一家就是做衣服零售的Bocini 至少歐洲也有一個警覺 就算是好 好過完全不知不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